台中市西屯区的泰安国小妇幼 一名女酬公确诊 连同她在食品工厂担任厂长的先生 女儿和一名老师也都确诊 台中市府也紧急在泰安妇幼设立前进指挥所 针对妇幼师生进行快筛 一共快筛了210人 其中有两例阳性 还要再进一步的做PCR检测确认 而针对泰安国小妇设幼儿园食品工厂 环保局也进行全面大消毒 环保局人员持续针对泰安国小进行大消毒 市府也紧急成立了前进指挥所 针对妇幼师生进行快筛 24号一共快筛了210人 其中208人是阴性 有两例是阳性 还得要再进一步做PCR检测确认 25号也会对泰安国小全校师生 进行第二波快筛作业 国小跟幼师也是不会 可是也是要筛检测 每一个小孩遇到这种状况 或者是大人遇到这种状况 大家都会紧张 而且在疫情这么严重 不少家长接获通知 赶紧带孩子来做快筛 幸好检测结果是阴性 可以稍稍放心 而食品工厂这边 也同步进行倾销工作 因为这间食品工厂的厂长确诊 她的太太 暗4735 是泰安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厨工 因为有到彰化旅游的活动时 他们的女儿暗4737 也确诊 儿子目前一彩阴 还要等待二彩结果出炉 另外 女厨工工作的 泰安国小附设幼儿园 学生54人 教师8人 以及先生工作的食品工厂 算是台中市颇具规模的业者 不论是送食材 还是承包工餐的学校 保守估计四五时间 疫情是否向外扩散 还是能守住 都还要等师傅调查 还有裁检结果出炉 才能够确定 街角知识节 台中报道